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曉玲 如果你喜歡在台灣的故事的話 別忘了要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麼大隻這不撐出來 會被人家吃到 所以他們都沒得炒頭 炒了 我已經暖到白色要流出來了 聽得到聲音嗎 哇 喔 這隻蟲沒看過了耶 嘿 老闆你好 我的印象當中喔 我剛才不看你的經理這個 我做小鈴鐺的時候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放在海上對不對 對 白黑南 白黑南 飛魚卵 對 對啦 用這個鳥操 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 它用一塊 它的眼裡就是 它才翻起來 有浮力 浮起來 浮起來之後 它會一層 一層一層 你看這個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等一下你會打開的 但是我做小鈴鐺 那個白黑南可以 可以吃一碗 沿著就做了 可以現吃 我待會兒去吃這鍋子 但我很久不再吃 因為以前我們現在 日本都外銷日本 都外銷日本 對 雞人你吃不到 差不多百分之多少的外銷 可能他來講的一道北高雄 客人啊 你給我聽看看 這樣子合理嗎 因為我們的飛魚卵品質太好 所以超過九成都外銷到日本 只有零星流入海鮮餐廳和傳統食廠 自己人都吃不到了 說到這個就要怪吳老闆的岳父了 他發明了草包漁法 讓八斗子漁民的捕撈技術大回提升 而且飛魚卵不只是搭人的經濟來源 還是當地小朋友最喜歡的口香糖 我的天啊 飛魚跟口香糖這能扯上關係嗎 OK 要來試試看 我們雞人的這個胃黑軟 聽得到聲音嗎 哇 我可以跟你講嗎 好有咬勁喔 對 嗯 而且再加上你 你還稍微鹹鹹 嗯 那個咀嚼再三 就這樣搏來搏去 那邊就放開 最後那個硬硬硬的那個口香糖 要吐掉 要吐掉 那叫飛魚口香糖 不能吐的對不對 你吐看看 吐下去明天會 肚子會伸出一堆飛魚 要怎麼收過就怎麼塞 喔 最後的這個 倫倫的那個軟的那個 那個帶子那個絲線 還是要吐出來 對 而且那個鮮甜度是非常好 因為它夠新鮮 那個脆豆吃下去 另外一番滋味 有一些小朋友說 吃下去會脆脆 誒膨膨膨膨膨 讓它很有吃東西的樂趣 對 飛魚卵 在口中嗶嗶啵啵 就像口香糖一樣 雖然沒有加太多的佐料 鮮甜的滋味 卻烙印在腦海裡 然而這項 我們引以為傲的世界美食 可不是空手得來的喔 要吃到新鮮的飛魚卵 可是要先跟稻草吃拼啦 現在要來撿什麼 因為我們從稻草拿出來 哇 所以這有種椒 有種椒 那種椒都要撿出來 要撿出來 我們等一下去 用一條一條魚卵 看不到它的蠟燥 它會變蠟燥 哎唷 因為它產在那個地方 自然它就會結到旁邊的 對 稻草 哇 撿不起來 所以這很費工的啊 所以它一定要穿得很乾淨 所以沒那麼簡單耶 對 它會加進去 哇 哇 你看它這個絲綫對不對 哇 這個絲綫 絲綫它就變得滾滾滾了 我本來想說很簡單 結果沒有那麼容易 哇 你看 這麼大了 這沒撿出來 你要拿到人家吃到 那怎麼辦 每次要撿桃魚 精挑細選 偏荒氣 你坐在坐幾天耶 對啊 胡大哥這樣已經經過了幾個春秋了 十... 這個十一個 快要十一個了 快要十一個了 這台就要有人做啦 這沒人做 沒人做 對啊 你如果撿團魚 這個這麼好的 這個人間珍寶 竟然都是外銷 我們在地人吃得很少 很少 你現在這個季節過去之後 你一定要吃米香就沒有 也真的找不到 找不到 但是呢真的是 也非常的 欽佩這些在地的 很執著 有一顆執著的心想把 自己最美好的 這個生命傳統的一部分 跟所有好朋友分享 用心啦 觀眾朋友啊 當你在吃飛魚卵的時候 好 請想像一下阿孫阿卡頭 我坐下來 可不到一個小時 就受不了了 但是吳老闆 是要挑一整天耶 而且呢 不只腰力要勇 連眼力都要很力 拔酒要很好 好不容易呢 挑完了稻草 吳老闆呢卻說 還有下一步 哇 而且這一步的目的是 要像飛魚卵骨肉分離 為什麼呢 吃個東西要這麼飛情呢 所以沒有人可以吃到顆粒 對 顆粒也應用方式 功能性下去很多 不然我們吃到一種 哇 沒有想到那麼大坨的一個 飛魚卵呢 戳到最後呢 剩下濕的狀態呢 就變成了這樣子 這種結構 為了要讓大家呢 能夠方便呢 吃到呢 它的整個爽口的脆度 所以呢 這個吳老闆們呢 他們自己呢 還這個特別設計了這個 特殊的用具 來讓這飛軟的 好好的可以分離 對 所以我看妳在暖呢 好 這麼輕鬆呢 輕鬆 一年用幾百公斤耶 幾百公斤 所以現在妳這樣 你怎麼弄是怎麼好算 這樣喔 比較會高一點 怎麼弄 你做完之後 OK啦 但是我就是因為 有這個機會 讓我來感受妳所有的一切 才知道妳的偉大人都有 好 我現在暖到白色要流出來 對 飛魚卵上岸之後 要經過繁蜀的過程 才能變成粒粒分明的魚卵 因為呢 魚卵上有一層薄膜 分離之後可以讓魚卵的口感更好 但是呢 飛魚卵太傲嬌 太粗魯對待 會使這個魚卵的口感不好 所以呢 從挑選雜草到魚卵分離 吳老闆都採用人工的方式 吳老闆說 對待食材就要像交女朋友一樣 要用心 耐心 專心 才能擁有她的真心 雖然說美好的事物 值得呢 用時間去等待 但是一串飛魚卵 要三天才能處理好 吳老闆啊 你這樣會不會太久嗎 然後我也有聽到一個內幕消息 曾經因為呢 裡面有火箭 對 火箭是 人家吃到去刺到 我們的口感也不好了 對 也變成說 待會我們的品質 跟我們的信用一次就完蛋 那你是把它搶出來還是怎樣 沒有 我就覺得這個不行 因為你沒辦法搶 整鍋搶掉 整鍋都不能用 因為我不會因為 你有這個小小的瑕疵 就是我全部的信譽跟我的信用 明白明白 每一種食材都有它有獨特的味道 獨特的味道 你不用去加的就有的 化學的其實都不用 請問這一鍋 你會看不出來是什麼食材 這是馬賽克 喔馬賽克 喔馬賽克 這樣我已經清楚了 所以馬賽克就是呢 獨門秘方 這不能告訴別人 對 這是馬賽克 這是天然的喔 天然的 這是一種 吳老闆 你 你的為人我清楚了 你會告訴你 這要給孩子吃的 你的良心 你的土地都在這裡 所以我就不用再問說 這是什麼 對 一定來自天然的 不會讓大家擔心的 哇真的越來越香了 這個味道都出來了 再來 來 乾杯要留下去了 來 煮鋼來喔 剛剛越煮鋼了 是那個 這個飛魚卵 現在我們煮的喔 是干貝醬 就是干貝絲 它呢 代表是一種的 強韌 喔 有口感 啊那個喔 飛魚卵喔 代表它的 脆度 甘甜 喔 來 這是 這是 黑鱗 喔 蝦仁 對對 蝦仁 它是黑鱗的 它是很香的 是是 所以我剛才說 增加了鮮度 對對對 因為每一個食材 都有它本身獨特的味道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就是不一樣 吳老闆的乾貝醬 主角除了飛魚卵 還有小卷 八豆子在地的食材 從產地直送餐桌 透過加工延伸 海產的保存期限 這瓶乾貝醬 不只是它養家糊口的產品 也是呢 它對這塊土地的感情 所以食材要好 品質要顧 就算虧本 也要堅守品質 一個異鄉人 用這麼龜毛的方式 在愛八豆子 這一切的原因 都跟他的太太 還脫不了關係 那個 推廣八豆子的一些 嗯 周邊好玩的 一些東西 你自己拍的 對 自己出版 對 喔 你要這麼好的 出一份主要開始賣錢呢 那為了 就想說 讓很多人來到這邊 可以透過照片 認識一下八豆子的 美好的風景 其實在基隆的這個凸角上面 它就像一個海灣家 對啊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日豬 可以看到日落 對 在地 雞人人 你也拜託 你說到這樣 我白書好像 聽到幾個南米酒來的 那個位置 真的只有基隆人才知道 真的 那就是說 你可以一天 這兩個日照 它不同的溫度 不管它在你的鎮頭 不管它在你的哪一個方向 其實它給人的溫度都不一樣 所以歡迎大家 真的 在地的人都真的有心嗎 所有的好朋友 你走進來來感受 他們願意跟大家分享的一切 好 這是剛才我們炒起來 剛才炒起來 剛才炒起來 然後特別呢 哇 你們怎麼碗這麼大塊 真的 一杯要吃三碗 沒有啦 你沒說過 吃都我的 對 沒有其實這樣是剛剛好 我現在 其實過了五十歲之後 我白飯也沒有吃那麼多 因為呢 我現在 很怕胖 哇 很不一樣 因為飯有飯的甜 然後干貝 黑魚卵的脆度 干貝的那個 那個咬勁 整個在舌面上面 產生了一個運動會 它mix在一起 整個的味覺 在這邊做了一個大決鬥 不一樣 不一樣 其實 做每次都放在一起 都有它的甘苦彈 對 有時候會有一把鼻涕 有時候會一把眼淚 家族的凝聚力 對 讓你的事業呢 走到一個核心的價值 對 那你自己也穩固下來 心裡踏實了 所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充滿了它的活力了 對 充滿了願意跟誠意 真好 永遠 謝謝 好不好 黃金飛魚人 不只替吳老闆賺來財富 也讓他獲得最溫柔的情情 一家人團聚在一起 我想這就是最大的財富